桃园是一家专工生大学的补习班林姓负责人兼班主任, 以因追求女学生被拒, 涉嫌在补习班女厕装针孔摄影机, 偷拍补习班女学生, 女教职员如厕, 换衣物, 三名受害人上月向警方报案。 警方调查说, 林姓负责人在2016年6到12月间, 在补习班女用厕所的天花板装设针孔摄影机, 偷拍女学生如厕, 更衣画面。 后来女学生发现针孔摄影机, 报告老师后, 从天花板上找出针孔摄影机与硬碟, 硬碟内除了有许多偷拍档案, 还有林装设针孔摄影机的画面。 三名被偷的女学生报案时表示, 未婚的林姓负责人为了追求其中一名女学生, 将女学生照片设为电脑荧幕桌面, 向女学生示爱, 但被拒绝, 随后就发生装针孔事件。 警方指出, 林楠向女学生们坦诚偷拍后, 女学生们考量她平日为人和善, 要求她删除所有偷拍档案并正式道歉, 就同意原谅她。 但日前女学生们发现似乎有偷拍档案未删除, 加上林始终没有正式道歉, 才会时隔多日后提出告诉警方 依防害秘密罪嫌通知林到案时, 她强调以私下向女学生们道歉, 并确实将所有偷拍档案删除, 但为何女学生质疑仍有档案未删除, 不原谅她, 她也不明白。 警方以查扣林楠的电脑与针孔摄影机等设备, 依防害秘密罪嫌寒送法办。 桃园某补习班主任社偷拍女学生如厕, 更依画面, 警方查获摄影器材, 将她寒送法办。 图警方提供。 分享。